那現在來看那一整片 那石竹魚是會推薦種另外一整片 因為這兩種都是樹 都是泰雅族的民族植物 而且芳香植物 芳香植物可以做其他的調整 那在中國大陸那邊已經把石竹魚 不是不石竹魚 把珊瑚礁提煉做精油做什麼 什麼產品都出來了 日本也有 中國大陸的珊瑚礁不像馬道 大陸他們名稱叫珊瑚礁 叫珊瑚礁 也有叫珊瑚礁 泰國也有 我們在屈城市也有賣 泰國賣來台灣的珊瑚礁 它名稱就是珊瑚礁 應該是 我不太確定但是相差不遠 但是它是普遍分布 但是它是稀少分布 原本台灣是平常一座山可能幾顆 不是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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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顆幾顆 所以 那因為以前的習慣是 以前的習慣 蔡亞族人不會去種 因為就是 田開墾放了 它就自己重新長生 那現在都沒有那麼多什麼 開墾的田啊 或者什麼的 所以變成都是在崩塌的路 之後隔一段才找出來 所以 那你田地都沒有重新耕種 沒有幹什麼 那就 沒有啦 所以連苗都沒有 所以現在你要替代要找 反而沒有 所以要有耕種的田地才會長 那那個邏輯 不是耕種的農地 是重新翻開農地 你一直耕種的農地 它不會有 裡面的種子一直早就消耗掉 早就沒了 是 是在森林裡 土地裡 土地銀行 重新被翻出來 要翻它才會 那在今天早上那個 今天早上有說什麼 種 小鳥帶出去 它不是小鳥帶出去 小鳥會吃 可是小鳥是把種子吐出去 皮吃 它也有吃啊 但是那個機會是 它主要不是小鳥吃 它主要是釣到土裡 花了之後再弄一塊 然後雅大 妳要不要介紹 妳的那個 想請雅大介紹妳的等蜜 等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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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在那邊 好 找一兩顆介紹一下 好 我們去那邊等蜜 我們要好好的賣妳的等蜜 我獨家特賣的 等蜜是泰雅族的 泰雅族的小黃瓜 黃瓜也不小了 它雅族特有的 黃瓜 就是黃色 有黃色 綠色 白色 這個超杯 白色 對呀 有沒有看到那邊花 那這個 這個還是嗎 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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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說的也是 非常地脆脆的 之前如果那個 一定好漂亮喔 今天晚上會有嗎 沒有 還沒長 哦 差不多五六月吧 哦 跟 跟平地的小黃瓜 長的時候差不多 它長的葉子 跟花 都差不多 但是結出來的果實 就 不一樣 是因為山上的環境 不是不是 它品種 品種 品種 品種完全不同 嗯 那怎麼不同 等我請阿易介紹 蛤 這裡 嗯 很厲害 就是你那個植物 那個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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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黃瓜 我们原住民的那個 這個嗎 對 沒有沒有,可是我上次我們同學是不用錢的 所以原住民的外面的黃瓜是長的 外面的黃瓜是長的 這個也是嗎? 他就讓他自然爬 然後就在地上長出來 對對對 阿姨介紹了 阿大,他們現在才走過來 現在入口要好吃的 哪邊是可以走的 對,都可以小心,那是苗 那是菜 廖老師,很快囉,長一點喔 可能五月六月就可以 五月就可以開花了 這個就是小黃瓜喔 對,他也不小,他差不多都這樣子 蠻粗的,對 那,這個一般的 我們這個原住民瓜 我們不給他爬,爬爬爬爬 就是讓他自然地爬 對,對 然後,我試試過啦 有用那個竹子,竹枝來去給他爬 他長的果實,黃瓜 跟你的,跟你給他自然爬爬爬爬的 它長的量並不多 那平常他只有 這一根,它可能長六顆 那可能爬在樹枝的 這個可能 長個三顆四顆而已這樣子 嗯 阿大,這個泰亞圖叫 defみ 以前 Всем, Preme是怎麼種的 以前就是早期的时候啊 原住民都是这样啦 就是比方像这样子 草很大的时候我们出出草 然后砍砍草 他们一般都会烧 其实烧 以我们现在自然农业跟有机的话 它并不鼓励烧 它烧它会有营养是会不错 但是它一次第二次就 它里面都好的可能它也烧掉了 对 所以以目前的自然农业跟那个有机 它是不鼓励烧的 绝对不烧的 那早期我们原住民 我们也没有说肥料啦 可以买什么东西来去搭配它 让它有营养的 他们就只有用这种的方式 就用这种的方式 所以他们会这样子 我今年这边可能砍一砍 烧一烧这边种 那第一期种的很漂亮 那么下一次呢 这边就修了 就不管它了 就休息了 然后可能就到另一边去了 就说轮羞嘛 轮根这样子 所以呢 他们烧过的 种的菜非常的肥 非常的肥 那像我们这样 你看它可能十几棵都种在一起 它就会 小心哦 那个蚂蚁会咬人 我是怕你们自己踩到 你看那个 对对那个 是不是廖老师 对不对 那个咬人很痛的 嗯 对啊 以前是因为烧一烧以后就换地方种 那个山那么大 到时候都回去 对对对 雅大 我问题问错 我问的应该不是问你烧 我是说哈 我的问题问错 我再重问一下哈 嗯 应该是请教雅大 以前这个等蜜 是在田里面的时候 嗯 是怎么种的 不是不是烧过 我说田里它是跟什么 进去种 哦 那又怎么 我们可能以前是怎么种哦 可能有很多 可能我现在种玉米 然后我中间又是给它种再也种这个 也种这个 然后它可能有时候会跟着什么东西爬爬爬 所以很像我们以前都没有像 就像我们 我先生每次骂说 你每次种菜都乱七八糟 那我一直在想我妈妈怎么种菜 她说什么都是 她说不好除草这样子啦 所以她说一样就是一样 我不会 我就像以前老人 我是在节省那个土地啊 那我先生是说 那么多土地你不去啊 我说你那么越多的话 我又要除草越大了嘛 对不对 所以嘿 那就是以前的老 他们是比较 就说什么都种在一起 比较多 海浪也放在一起 跟等蜜也放在一起 他们不忌讳的 嘿 然后到了要收成的时候 都会弯腰找一下 你看那那长什么哪里 这个瓜子在哪里 跟着它 跟着它这样去 好 然后 那那个亚大想说 后面的那个 那给路桥 好 好 这个是路桥 那 那 那这个呢 它 我可能三年以前吧 我做了以后 我给它拔了以后 我没有拔干净 然后它又会第二年又会长了 又长一大堆了 然后嘿 就是说你留一只一根的话 它下次又明年的话又长很多 这是路桥 那也差不多六七月的时候就采收 那这个时候采收是吃它的叶子 你知道吗 吃它的叶子 那它里面肉 果肉还很小 是吃它的叶子 那六七月是吃它的果肉 就是路桥的那个果肉 那个 我个人 是这个时候我会比较喜欢吃叶子 然后而且我还喜欢吃它底下的肉 因为这时候比较不辣 会很甜很香 可是不会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很辣 你知道吗 我们吃叶子是什么吗 那老师 一般我们宿醉的要吃叶子嘛 上洗 只有吃 那个叶子就搓一搓 就放一点盐巴就这样放水 就这样吃了 哦 生吃 对 对 这个生吃 这个叫什么 路桥 路桥 草子头路 那个桥也是草子头 路桥 路桥的叶子 沾盐巴生吃 哈哈哈哈 不是要加水吗 不用 辣椒 是不是辣椒 辣椒 对对对 加盐巴搓一搓生吃 搓一搓就可以吃了 那个阿蜜茨也是吃果子 假如你前几天酒醉对不对 素醉 你吃了那样子马上洗了 日本人就是用这个 日本人用这个做 做那个酱菜 像我们泰雅族的话 这样搓一搓会加一点那个 珊瑚椒 对对 生吃 然后那边旁边就已经有一根 一根贵珠笋了 在唐靖的脚后面 一根 哦这里 是是 哈哈哈哈 好几根哦 真的很好玩 哪里哪里 这里 好可爱哦 都没有哦 我不怀疑啊 下雨啊 下雨 不是下雨 不是下雨 下雨 不是下雨 不是有一个下雪 下雪伤到了 或是整个温度 我还怕冻死了 明年才会长 今年是往后延 可是其他地方 已经有听说 长得很少 对啊 半残量一半 我在想 会面有没有再卖 有 有 他们今天有买啊 放你桌上 好 好 那一根我们就可以摘了啊 阿大 阿大 你会跟我们讲一下 那个要怎么踩 他们可能没踩过 就踩那一根 反正也可以踩 对对对 呃我们是 呃注意看哦 呃我们在这 呃 等一下 这个哪里 哪里掉下来的 啊 我的那个苗 哎 对对对 小心 踩到两只 你又踩在这里 嗯 每一步 都看一下 好了吗 我踩咯 等一下 没有没有 等一下 等一下 直接拔就可以了 就这样拔啦 蛤 那个宝宝不要在后退的苗 等一下哦 三 哦 这样嘛 然后 拨了呢 哦 他没有长大 那个可以啊 这样啊 有没有 肥料 他可以直接生吃吗 呃 最好是不要啦 呃 胃不好的 这样 苦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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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小根的 欸可是我们刚买它说要长到腰头腰的大小 像这样子我们就不踩 最嫩了 就不踩 对 我们要踩它那个皮比较黑的 紫色那样 高一点 对 是长比较久才会比较粗 刚刚那根的话 如果是刚那根的话 大概您后天就可以踩 这么快 那很快 我今天早上啊 你们很幸运啦 嗯 我踩了十几根 拿来煮 哦 然后煮煮 放那个 鸟不踏的那个 嗯 达纳 达纳 然后再放一点 葡菜 这样子 哦 所以晚上会上桌是吧 对 耶 我就知道最爱你 来看看 那还有什么 鸟不踏 还好 鸟不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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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把它 就不会再拍一眼 就是这样子 对 它明年的话 可能是它的周边 对 它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这样同吃这个 在上面 它是中指中下去 它是一根根的啊 是从地下穿过来长 所以等于是这样长 对 也是一根一根的 所以它的根在下面 不用啊 除非是你不要 但是事实上 才叫做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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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竹林啊 所以它就是竹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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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竹林啊 不用啦 你一直彈 你这样彈它就不会再长 明年可能它的周遭又会再长 可能它里面还有根 还有根 它可能它的根又冒出来 对 你长是乱乱长的 那就是竹林啊 那就是竹林啊